每一次想小酌又想品尝美食的时候 不外乎就是到餐酒馆来享受气氛与料理 好好的犒赏自己 在桃园一文特区的这家餐酒馆 就可以同时享受户外乐活与文艺彩点 而餐点也是精致美味 想要跟家人朋友聚会 不妨来这间餐厅会是您的好选择 您有多久没有出门逛逛 或是到艺文中心接受艺术的熏陶了呢 桃园一文特区不仅能观赏展览 还能够品尝美食 展演中心内的这家餐酒馆 店内空间宽敞舒适 装潢低调奢华 户外座位则有绿意与度假风格 到了夜晚在灯光的衬托下 更增添浪漫氛围 我觉得这边的用餐环境非常的棒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外面都会有一些点灯啊 就是一些特殊的布置我觉得很温馨 餐厅除了华丽精美的装潢外 餐点也是走精致路线 这道外形抢眼的西班牙炒虾正是店内的招牌下酒菜 光是看到红通通的新鲜大虾就令人垂涎三尺 西班牙炒虾这道道理我们先包箱蒜片 还有特殊制作的辣椒粉 包箱之后然后加入一点虾油 那再跟辣汁的炒虾拌炒 拌炒之后加上滑顺的马铃薯泥作为垫底 那这样呈现的话 它是一道具有辣味香气 然后鲜味的一道下酒菜 西班牙炒虾一上桌 鲜甜的虾味扑鼻而来 剥开虾壳露出鲜嫩的虾肉 咬进嘴里香软Q滑口感扎实 口中蔓延蒜片香味 还有特制辣椒粉刺激着味蕾 搭配滑顺的马铃薯泥 中和辛辣感回味无穷 我是很喜欢里面它有炸的蒜片的蒜香 就是在融合它的马铃薯泥 就是整个非常的好吃 就是蒜香的那个鱼韵在嘴里 就是很棒这样子 这位西装笔挺与顾客互动热络的 就是老板林鼎君 他其实是一名律师 这是他首次跨足道餐饮业 与自身的专业相差很多 先前也完全没有餐饮相关经验的林老板 怎么会想经营餐酒馆呢 那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合伙人 都常常去台北的一些很有特色的餐酒馆 或是Lounge Bar 那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桃园比较没有像台北一样 有这么多年轻人可以去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讨论过后 我们就想要把这样子的餐酒馆的文化 带进来我们桃园 主要是希望说可以透过餐酒馆 文化的建议 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认同桃园 可以一起来这边一起成长这样子 本身又不是厨师 所以变成说我们去吃遍大大小小的美食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概念提供给我们的主厨 那在对餐点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比较多想法 但是厨师是实际去操作的人嘛 所以这中间当然过程 就会有很多的讨论啊 很多创意的激发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事餐饮 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 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林老板在餐饮方面可以说是零经验 因此在餐点的呈现上 跟主厨做了不少沟通 这道宁汁生烟豆鼠沙拉 就是店家最新推出的开胃菜 我是以蜜乳鱼倒料理叫Civiche 它是用生柠檬汁 然后跟人家鱼高汤去腌制虾 或是鱼这样的料理 然后去作为发想 我会使用豆鼠 豆鼠它平常并不常见 它是一个衬托 它并不会去抢味 但是它能够把整体的口感 跟味道积升起来 以豆鼠片作为基底 搭配奇异果 橘子等新鲜水果 以及特制辣椒干 完成一道别出新材的沙拉料理 豆鼠片清甜脆口 与带有酸净的水果一起入口 酸甜清爽保证胃口大开 另一道甜菜跟炖饭配薄片嫩煎牛肉 则是将烤过的甜菜跟打成汁 与炖饭一起拌炒到上色 并加入起司增加风味 等待收汁的同时 以便料理一板牛肉 牛肉表面煎至上色 接着烤到一定熟度后 切成薄片 再装盘点缀 极具视觉效果的甜菜跟炖饭 配薄片嫩煎牛肉就能上桌了 甜菜跟的色泽与香气 完整西晶米饭中 加入起司的炖饭 更加香甜浓郁 再搭配酸奶一起入口 形成绝妙滋味 一板牛因为含有许多 筋肉及油花 吃起来软嫩适中 鲜甜肉汁在嘴里四溢 一道料理双重享受 我觉得很特别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用甜菜根下去做的料理 因为甜菜根正常都是 有那种草味我不太敢吃 但这个炖饭它把这个 饭跟甜菜根的汁 结合在一起 吃起来很特别 然后它的味道 其实有加一点奶 所以其实是很顺口的 好吃餐点的幕后推手 当然是主厨啦 曾在澳洲博斯市中心 旋转餐厅工作过的主厨 林欣扬 就是烹饪出这些 美味餐点的灵魂人物 能在这间九十分钟内 完成三百六十度旋转 将西澳美景 尽收眼底的餐厅工作 对它而言 可说是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 它是西澳的一家景观餐厅 在位于市中心 做比较精致的料理 它连续拿了好几年的金盘奖 是想要去国外看看 见识国外的西餐厅 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顺便让自己 接触不一样的食材 不一样的风调方式 跟外国人一起合作的 的环境 逼迫自己成长 为了提供客人高品质的料理 主厨也不断研发新菜色 激荡出不同火花 像是这道 烏麻咪马铃薯千层 就是主厨研发的全新菜色 但是日语烏麻咪 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烏麻咪 它就是第五味 现在被认知的第五味 不像酸甜苦辣 那种很明确的味道的感觉 但是它就是一个 可以让整道菜的程式提升出来的味觉 烏麻咪马铃薯千层这道料理 我们是用马铃薯 然后把它削成薄片之后 再加上鲜奶油整层堆叠 那先进行烘烤 烘烤之后再油炸 我们搭配上的是 我们自己发酵的辣椒酱汁 跟用蒜苗烘焙之后 炼成的蒜苗油 去作为基底的酱汁 那我们最后面 会刨上风干的乌鱼脂粉 整道料理就如同千层蛋糕一样 马铃薯片层层堆叠 经过油炸的外皮焦香酥脆 内层则是脆口扎实 香气浓郁 搭配店家特制酱汁 淡淡蒜香中还带一点微辣 风干的乌鱼籽粉末 则是将料理的鲜味 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 桃园艺文特区的这家高质感餐酒馆 可以同时享受户外乐活与文艺彩点 到了夜晚摇身一变 成为享受美食佳肴的微醺餐酒馆 餐厅也严选食材 料理精致美味 若是想约会或聚餐 不妨到艺文特区走走逛逛 是您休闲娱乐的好选择 感谢你的收看 更多台湾美食的好味道与好故事 都在下次的台湾百味 我是罗宇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